315前夕记者和消费者走访发现 湖南省内的长址高速花明楼服务区 徐广高速道林服务区 经港澳高速昭山服务区内有食药材特产店涉嫌虚假宣传 同时通过要托诱导消费者高价购买廉价食药材 3月4日 记者将相关线索和证据转交给属地市监部门 3月5日 湖南省宁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花明楼和道林服务区进行突击检查 在花明楼服务区经记者指认后 执法人员当场查获一名要脱离某某 在道林服务区执法人员还发现电子秤被检定和校准等问题 湘潭月堂区市监局在昭山服务区检查发现 涉事商铺还存在伪造商品票据行为 涉嫌用普通食药材冒充珍贵食药材等 目前湖南省宁乡市市监局 湘潭月堂区市监局正对花明楼 道林 昭山三个服务区设施食药材特产店相关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湖南高速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 将对上述服务区内存在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调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